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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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祭出党记 约束党员言行 要求各地参选人挂上跟侯的看板 在全党大家团结一致 来共同支持我们党 征召的侯友宜 胡友宜在信心喊话 不过近日郭台铭动作频频还跟苗栗县长周东景跟徐耀昌合体被解读总统梦还没断 前立委求一直言 郭台铭有八成几率独立参选 如果确定第一个就影响侯友宜将让他民调灌破百分之十五的换侯防线 如果郭涵配将对侯科冲击更大 我们来看侯友好不能放廉价 现在转换成总统参选的模式 满满的参选行程 昨天新北固本命区就没事情 今天一冲到桃园 天空为他掉眼泪 马上中和怎么样 马上又淹大水了 博文中和淹水淹成这样 侯市长还在桃园选举行程 老天爷是不要是不要侯友宜选总统 我都开始怀疑了 一离开新北就有状况 屡事不嫌 这有一句话讲的 坦白讲蠻有道理的 大卫不以自取 是不是又可以套拥在这身上 你看像他开始动了这个选总统念头之后 开始这个机关枪54枪 然后开始这个治安连连 然后幼儿园 然后再加上才一踏出新北市的这个区域 马上这个中和这个泡在水里 因为刚刚那个暴雨中和 这个淹得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又牵涉到什么问题 又牵涉到说 那个水门是不是 或者是相关的排水系统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第一时间苏俊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其实这跟市长都息息相关 那我要讲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国民党内心 现在弥漫了一股气氛 就是说要换 要换猴 今天那个 那个陈玉珍 金门的这个立委 陈玉珍他喊出什么 他说要有一个房砖条款 说15%以下就应该要换人 我跟大家讲 陈玉珍其实他提出这个房砖条款 我就讲这个郭台铭 他现在在牛棚里面一直练球 他其实都从来没有中断过 他牛棚已经练球练到 那个那个手臂都已经 跟过去又涨一倍起来了 他完全没有放弃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 如果这个党内已经有人开始讲 这个房砖条款 就表示说郭台铭我将再起 所以目前看起来 郭台铭在这个整个国民党党内 对侯友宜已经形成一股压力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如果真的换猴 国民党其实那个票数恐怕会更惨 更惨 第二个 如果真的用房砖条款把猴换下来 我觉得党内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恐怕也很难服气 短期间之内国民党又内斗 但是如果现在国民党 群起都去挺郭的话 郭台铭他现在是无关一声轻 他现在没有任何党派的束缚 如果因为这样 然后导致国民党整个内乱 再加上柯文哲在里面趁细而入 我跟大家讲 2024最精彩的 搞不好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整个板块 搞不好会有一个政党板块的大挪椅 这个时候 如果郭台铭还让大家有想象的空间 柯文哲也让国民党的小鸡 有想象空间 未来我觉得2024 国民党恐怕会面临一个政党重组的挑战 所以兼臂轻也是对的 朱立伦现在必须要兼臂轻 但是要有实力 小鸡有这个幻想的空间 但是要有实力 好啦 朱立伦这是第一次出手 跟着侯友宜跑行程的 朱立伦说没有什么防专调款 换没有 不要帮绿营绿媒创造话题 朱立伦真的是很夸张 什么绿营立媒创造话题 现在大家是很担心说侯友宜太低 好不好 是你们蓝军不要内斗 这是蓝军在内斗的状况 朱立伦说张赛真一开始也很辛苦 张赛真那时候要见议长也见不到 也是四处碰壁 那么也拿下坚困选区了 侯友宜是有机会的 同时继续讲 整个郭台铭是很乐观的 但是许巧心讲了 党内确实是有一股势力 要把侯友宜拉下来 朱立伦撑得住吗 来 郑昊你的观察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我要正式呼吁 正式呼吁对待侯友宜 我们用这个鼓励代替者骂 鼓励代替者骂 不要再骂了 再骂要倒了 好不好 这样的对手千载难逢 所以等一下晚点会谈柯文哲 我在火力全开 我现在先给侯友宜爱的鼓励 我必须要老实讲 我们今天看这个画面 就是他们先去桃园拜庙的画面 你看朱立伦在旁边 旁边是张善政 中间是侯友宜 是不是有个样子出来 比较有个样子 过去侯友宜走到哪里 坦白讲很惨 到处吃闭门羹 你现在是在鼓励他是不是 鼓励他去找吧 我讲了嘛 这么好的对手 不容易找到 要保护他 否则克文哲尾巴会太小 真的 第一个画面 我跟大家解读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才是合理的 总统候选人下项应该要有的 所以我看这画面 我说叫示范赛 什么叫示范赛 就是朱立伦已经拖了一个月 向全台湾证明 侯友宜没朱立伦不行吗 侯友宜是罵咖 党中央 对不对 你觉得朱立伦这样拖着 没有带他出去 当然 就是要显示侯不能没有桌 过去多少放话 什么赖不佳 什么两边拍桌 侯友宜跟朱立伦要不分区名单 是不是都党中央放的 是 那都党中央放的时候 为什么他就告诉全台湾的 或告诉国民党支持者 侯友宜没有我这个总教练 是搞不定的 那最后他们不是最近书成吗 这个互相交换人职 张岐长去党中央当复密 听说林涛要去进办当这个发言人 互相交换人职 表示OK 做了一定结盟之后 马上端午节就带他去 第一站去桃园 为什么因为桃园 我朱立伦可以百分之百掌控 第一个我是老县长 第二个张善政是我扶持的 第三个现在桃园的小内阁班底 都是我租的人 所以到了这边之后 你看该来这个场面 拍下来就好看嘛 所以我就问下一个状况是说 好那如果朱立伦 最后带着这个侯友宜爬爬爬照 去完桃园之后 请问到台中的时候 卢秀燕能不出来吗 卢秀燕出来吗 因为张善政都陪了 你卢秀燕能不陪吗 对不对 然后到了基隆 谢国联合报出来 要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联合报独家朱立伦 指的侯友宜跟他讲什么 你要善用执政优势嘛 就是国民党的地方 现在还是国民党占优嘛 你要善用这种执政优势 做出国民党团结的样子嘛 对所以说你看 我给侯友宜鼓励这么多 民调要止跌咯 止跌 不要换 千万不要换 后来你出台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国民党开始介入了嘛 要求 你今天不可以乱跟柯文哲站台 然后说你要挂堪板 要求党政优势 一定要各个候选人挂堪板 对不对 可是这件事 我又觉得我坦白说 还是有些意见 因为我对侯友宜是鼓励代替责骂 可是朱立伦我是责骂代替鼓励 因为朱立伦这招是害死侯友宜嘛 什么意思 挂堪板是自罚的 你今天候选人有声量 你不用拜托 挂得一塌糊涂 我讲给我亲身的例子 2018年的选举的时候 那是韩国选高雄市市长 选到最后两个月 整个气势起来的时候 全台湾都想跟韩国选挂堪板 拜托 你候选人有能量的时候是这样吧 没能量的时候 你党中要求挂堪板有什么用 我问很简单吧 我们今天内湖 港湖区选举录影 你挂堪板 挂在成功路圆环 跟南港旧庄山上的茶园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嘛 你要我拍我就拍了 我挂在茶园里 价钱都不一样 给猴子看 对啊 挂猴子给猴友宜看 挂猴友宜给猴子看 这种差嘛 你强摘的花不香嘛 一扭的瓜不甜嘛 你今天党中要求他去挂堪板 我不要求不行啊 我不要求 到时候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们是紧拍挂 我跟你讲 下一个会变怎么样 大家已经搞嘛 我成功路圆环 好几万个看码 我一定挂 李秀燕讲完 李燕秀家讲完 这样加分嘛 那侯友宜只有18帕 我挂在旧庄南港山上茶园 那党中就再下一个会怎么样 强制规定不行 对吧 党中说我补助 一个看码补助5000 补助1万 那再下来 猴友宜如果聚习场 你知道连补助都没有的时候 你才会发生什么事 你的对手帮你挂 支持谁谁谁 就是支持猴友宜 这个东西发生过 对 支持谁谁谁就支持马英九 那你知道更惨会发生什么事 对手帮你挂的时候 你还不爽 去告对手意图 使人不当选 那个时候有吧 后来被全垮了吗 有吧 都发生过 支持谁谁谁就支持马英九 不是 支持马英九就支持谁谁 就去告对手意图神不当选 那个对手也问号说 不是你党主席 我挂你这样意图神不当选 所以猴友宜这段是什么 已经迁入到滑坡了 无量下跌 这个看板这件事 我就已经看出来 未来会有非常多的可能 一开始是威胁 威胁不够 我就补助 补助叫什么叫利诱 如果威胁跟利诱都不成的话 你的对手就会介入 开始帮你挂刊盘 帮你挂刊盘的时候 你最惨的时候还要提告 所以这个东西 朱利元要介入 朱利元今天这个动作 就叫做介入 他知道说我都在不了 我整个盘会崩 我整个盘崩的话 不只猴友宜挂 我朱利元也会挂 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朱利元这个状况 是介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存好心说好话 我认为猴友宜的民调 应该会止跌 止跌 你觉得会止跌 反正到20%上下 这样就好 现在不是就20%了吗 18% 17.9分 来国民党出手了 要用党纪来约束党员的言行 避免猴友宜溃题 朱利元他选总统 拿的是最少的票 他现在很担心的是 他当一个党主席 拿到的不分区席次 如果也是最少 我的天啊 那真的就是很惨了 吴敦亦跟阿拉伯 也是不分区票 还行的嘛 是不是 所以他今天出手 要既党既约束党内的言行 但是我们看到里面 这个小机之乱 尤俗会希望说 蓝白河 结果王世坚更狠 直接绿白河进行事 尤俗会只能感叹说 家里大人不同意 我能怎么样呢 如果党内觉得 顾守基本盘 就好的话 我就尊重和遵守 但是泪乱状况来看一下 叶元之 代搬一个节目 结果这个节目安排 都是访问 北市议员苗伯雅 马上罗志祥的指令令就呛了 那这算不算违反党 今天要不要处理一下 冠廷 没有 现在国民党内一种风雨欲来之势 剑指朱立伦 我觉得朱立伦 今天终于在提名侯友宜 过一个多月之后 跟他出了台北市的合影 表面上感觉他叫侯友宜选情 其实朱立伦在救自己 国民党提了一个 史上下福民调 最多的一个总统选人 就是侯友宜 说真的死掉未及 我们本来认为说 侯友宜可能没有这么强 可是他的不耐打程度 他的民调掉的幅度 是以言我们民进党 都觉得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的态势 我认为逼宫的氛围非常明确 可是其实回到最源头 今年其实第一份做出来民调 侯友宜落到老三 不是我们过去坊间 所讨论的七份民调 我去统计一下 其实是八份民调 第一份是什么说出的 三月二十四号 赵绍康的中广盖洛普民调 就做出侯友宜是第三名 而在那份民调做完之后 过一个多月 进入了民调黑暗期 坊间开始很多民调没有做 然后郭台铭讲说 我开始拼民调 唯一支持郭台铭 结果五月十七 提名侯友宜之后 开始连续出了七份民调 侯友宜都变成老三 这件事情回到源头 此时此刻或者是几个月前 最强的国民党候选人都不是侯友宜嘛 现在不是 之前也不是嘛 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 依照现在的民调 看起来是郭台铭 几个月前也是郭台铭 可是为什么国民党会提一个侯友宜 现在所有的小鸡顾自己啦 刚才来宾有提到嘛 看板这事情非常指标啊 现在已经六月份了 你看到我自己的那个在新北市看到了 很多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 现在看板都还是留着恭贺欣喜 都已经六月来是恭贺欣喜 没有换成跟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的一起嘛 为什么 大家担心一件事 就是说你换了 有没有可能要换第二次嘛 这是我的解读啦 不一定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很现实 你怎么会到现在没有挂 然后前几天我听个国民党的朋友在讲 说有啦 我们有挂啦 那个山边或海边 就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啊 事实上真的重要的路口 重要的要道 现在大的看板 国民党的立委选人 都还没有跟侯友宜挂 这也是一个指标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啊 朱立伦救自己怕被逼宫 因为七月份开始一连串的党的系统 蓝的系统 挺侯友宜会出现嘛 你看到七月二号 哇刚刚从今天下午开始 在所有国民党台中的群组 疯狂的传 哎呦蓝天要在线哦 来你看到台中市党部 首场挺侯造势大会 零七零二二零二三 汉子叉叉 秃子合体 韩国瑜跟侯友宜要合体了 哇 这个事情真的是 今天在中部 因为我虽然在新北当议员 那以前在台中的群组 我都还留着 疯传这个照片 不只照片哦 韩粉还帮侯友宜做那个影片 哦 那个很炫的那一种 就是韩式风格的那一种 我觉得是这样啊 现阶段国民党内 无论韩国瑜的 韩粉情绪有没有放下 现在确实有想要吹下去 帮忙侯友宜 然后接下去 王金平的立委后援大会 然后接下去 刘胜良他们也要办后援会 这一堆后援会 都是看起来是党的系统 为了就是七月底的全代会之前 党可以回房来帮忙侯友宜 不要在这一天最后变内乱 全代会不要有意外 是 阿川兄所以你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侯友宜跟着起来 有可能回到第二 可以 没问题啦 朱立伦都出手了嘛 朱立伦今天特别请这个侯友宜到南桃源 扬美这个地方 要吐气了 扬美这个地方 站在旁边那个选立委的图圈级 标准客家人 侯友宜去到现场 连一句客家话都没说 啊 这样有厉害吗 这个面前要给他撞的嘛 那站在旁边都客家人呐 侯友宜一半的时间用台语讲 一半的时间用北京话讲 这样有厉害吗 有厉害 那是确定要撞的 不媚俗你看看 然后呢 人家问他说 郭台銘什么要整合 什么什么 他说郭台銘有他的朋友 每个人都有好朋友 我有我的朋友 他的说话是说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朋友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朋友 我们有很多种 其中叫做烂烂烂烂就包括对方 有其中叫做烂烂烂烂有我们的朋友 例如我跟卉民说 我有的朋友 而且这个決点嘛 你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說 苗卉民 咾里有的朋友 就把我含进去 含進去了 对 加在这里 所以侯友宜 你是说烂烂烂烂烂ni 好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 我只能为你祝福 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 又何必在 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 那郭台铭就跟这个侯友也讲说 你走你的路 直到我们无法接触 我也许将独自参选 也许在街头漫步 这歌词 他真的是一直在漫步 没有错 郭台铭 你现在网友输入你走你的路 这每一句话 都是何友宜叫郭台铭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去 就是说他们两个到底是要分手 还是不需要分手 朱立伦跟拜这段 其实拜的这些朋友 都是朱立伦的朋友 不是何友宜的朋友 你如果何友宜的朋友 何友宜拜的兄弟不是这样 所以你想何友宜名字 要去中华 中华去也是在花龙祖 今天亚仔也在花龙祖 咱们也在花龙祖 你是很爱花龙祖的 可是他没有特别帮何友宜排什么行程 今天所有去逃亡的都在拜廟 而且很多的时间是在南陶宇 何友宜你晚上 你晚上因为我们总理 因为你秉持行政总理 你因为我们总理要拜拜 你要说客家好 因为总理都客家 我现在先给你提醒 不过不然你自己就忘记了 你真的是保护何友宜 提醒他们自己在这里 朱立伦你也要提醒 朱立伦你要提醒何友宜 朱立伦是北淘的他讲明南语 朱立伦客家话讲得好 对对对 他在这里 你看他那白的阵仗 到底谁是主角都搞不清楚 照着你来说 这个总统候选都站中华 左边右边 一个是要这个廟的主委 一个可能是这个主席 或是要选立委的人 他把这座站站在外面那座 驾到今天 药材是露州 露地那座站站 正式都不同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这竞选团队多亂了 我觉得朱立伦不能站在他旁边 那对比就好了 所以我说这大家整个竞选 看起来很吃亏 竞选团队就是都要处理 说现在候选人站队 要参选立委的站队 这个廟这个庄的主委要站队 这有一个标准的SOB 朱立伦你也选去选那座 你这也给他佛友宜用得好 不然你这样立立大人 此事会让地方看消化 然后你今天跑到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阳美客家座 你也说一个阳美隔壁 有这个什么湖口 对吧 湖口就在着竹科 所以我们阳美什么台积电 什么团队这怎么办 你也够说整个字 你都没有 你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两岸都是什么 同文同种 细出同门 都客家人 你去卷春公家不交票 你现在跟客家人说两岸都同文同种 细出同门 所以这完全都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这个是朱立伦你要负责 你跟他介绍去这 你也没有跟他说这特色 为什么都叫朱立伦负责 朱立伦前纲 独断的选择 现在什么事情 行程又要他负责 站起来 跟他有总统班的 也是朱立伦 对我现在要怎么办 没有好友 他就专家 如果没有朋友 因为理想他去高雄 也没有朋友 高雄都贏了人 台南都扯了 所以对他来说 你都没有保护侯友宜 我还没记住 其实基本上这个东西 朱立伦很喜欢用成语 这个叫做命贤一现 人生掉命 然后人治意境 留下记录 这个状况 其实国民党是个恐龙 所以传导的比较慢 所以他们终于到了今天 6月1 今天的时候剩下7月23号 只剩30天 终于传导到侯友宜很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朱立伦做这些动作什么 留下记录 命悬一现 所以党计要出来了 看板要出来了 所以他要人治意境 我都做了 因为到时候 何友宜立刻垮掉 一垮掉的话 谁钱刚独断 他马上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都尽力了 我都尽量做了 但是要讲了 突破艰困想习 何友宜要努力 所以我都做成这样子了 我都做了 该做的都做了 如果还不行呢 那接下来就回到 内部的那股势力是什么 其实现在母鸡太弱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母鸡太弱的时候 现在是小鸡的分裂 我是说国民党的小鸡 现在有两种鸡 一种叫做放山鸡 一种叫做饲料鸡 放山鸡就是像游熟会这些 真正要去参选的人 要参选的人 他们要自行觅食 然后在这个里面自行觅食 所以柯文在那边有食物 要吃一点 谁要跟医疗会输的人团结 对对对 然后一样嘛 所以要自行觅食嘛 页源自咬自行觅食啊 对不对 所以要做了那个带领班主持之后 要表现他是可以跨越的嘛 那当然罗志强就吃了亏了嘛 罗志强那个选戚都会害怕 然后再过来呢 后面的状况是 问题是那些饲料鸡 不用参选的嘛 不用参选的人就说 不能换不能换不能换 所以现在才会有陈玉珍 那个15%的这个房砖调产出来 这里面是创造一种氛围 这种氛围是什么呢 因为到了时候 慢慢的里面内部的分裂就越强 然后越来越强之后呢 最后呢 因为现在没有换的问题啦 7月23号他才被提名 他们在创造一种氛围 就是博恩 就有一天呢 友宜啊 这个是绝对机密的内参民调 再怎么调也没办法 你自己看一下 然后这时候就希望 侯友宜自己说 这是我最近的健康检查 自己退 你剧本都写好了耶你 没有我是帮他们想象 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剧本 他们在做这样一个情况 但情况不好会有概用啊 不是不是健康的问题呢 那这个情况是 因为你们都说他会上去 我讲难听一点 我是中立人啊 我还是眷村长大的啊 国民党的选民 如果不屑这个人 那个是最惨的 因为回去的时候 他们会讲这 朱立伦在搞什么鬼 弄出这样一个人 不投票 你觉得会不投票 你会看到TPPS 那份等于是二审判决的 那个一审判决 对不对 55人才要投票 PPS过去没有那么低的表态率 然后再过来呢 最近等于二审判决书的 中广盖洛普 22的人没有意见 22% 22% 这个代表他们就是不卸投票了 所以投票率偏低 偏低会偏到哪里呢 过去的时候 国民党的性格是这样子 国民党跟民进党不一样 国民党是非常看重这个人的 然后现在两个人站在一起 全国民党 最被国民党党员讨厌的是谁 叫做朱立伦 最被不屑的是谁 叫做侯友宜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如果继续下去 我跟你讲 民调还会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状况里面就看到 没有止疊回声的机会 你一个侯友宜 如果说要跟那些所谓的牛鬼神 谁见面 乾隆啊 李乾隆你帮我的忙 如果现在说张其强来救我 张其强去当人职 林涛当人职 陈国军来救我 一切都靠别人 选你干嘛 其实这个场面 很像当年菊姐 在高雄市拿下来的场面 大家还记得吧 当吴敦毅站在黄俊英前面的时候 吴敦毅看起来看五班 黄俊英就被比下去 那朱立伦这个情况一下去 你会觉得 大家觉得朱立伦的乾坤独藏 是对的吗 好 广告就我们有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俗话说 这就是国民党来的文化 我们今年比较过来 老板 民进党的文化里面是怎么样 其实心里很清楚说 这样不贏 但是出来也是都要改用 要贏要贏 很逼近了 只差误差范围内了 民进党是会团结一致的 讲说我现在误差范围内 真的有可能就贏了 就缺你这票了 大家惊起来嘛 所以陈国军是不是就真的逆转胜了 然后谢长宁 谢长宁打到 这民调看起来好像不大可能赢 但是他的支持者 所有民进党支持者都会觉得说 会贏 这就是民进党 很难打的 但是所有的支持者都会贏 我记得吴敦裕跟张俊雄也是 吴敦裕跟张俊雄 那次高雄市长 我觉得吴敦裕很强 张俊雄选前大壮事 全部的支持出来 每天都要贏 要贏 要变天 这就是民进党的悬战打法 国民党真的顺风 求做那么久 已经在野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是有这种顺风的 落寞的贵族的气息 许晓鑫讲的 他证实党内有一股势力 当国民党参选民调比较低的时候 党内是有人把自己对政党轮替的期待 投射在郭台铭身上 还有一位匿名的兰尾说 蓝白河议题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合作国民党能走的路 就包括了撤销总统提名的 撤销总统提名 也会撤销侯友宜来礼让 礼让柯文哲 国民党礼让柯文哲 怎么想都怎么怪 或者是让总统参议人变副手 侯友宜变副手 怎么想也怎么不舒服 这对国民党来讲做不到的 所以国民党有可能会瓦解 侯友宜的支持者反弹 如果到时候你们在一直糟蹋侯友宜 难道人家没有支持者吗 会不会反弹 会不会有更严重的效果呢 但不论如何 现在小鸡里面真是乱成一团 我们来看看 虽然我跟苗文哲不同政党 但是我们的观点 还是可以一起来激荡一下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叶元芝 代班主持节目 专访大安区立委参选人 苗博亚 你们最近在吵这个辩论 在吵什么 我们大安区 是苗博亚跟罗志强在选 所有都邀请他 外交两岸国防 立委不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说 谁比较适合当国会议 这一段专访让自家人 同事大安区选区的罗志强 似乎很不是滋味 子弟兵杨子董开窍 是一页人之专访苗博亚 等同一是帮苗博亚造势 可能违反倒计 杨子董其实是为罗志强暴躯 因为罗志强日前 才因为这一句话遭到围剿 国民党我有情感 我会这时候有疑 我个人的情感 就是政党轮替 当时抛出政党轮替大联盟 一度传出党中央要党计处分 罗志强不只道歉 还承诺不再提到契件事 杨子董也喊话 应该用同样标准 显示叶允值 还说自己只是一个代班主持人 其实我说实话 有些钱真的不需要赚 那你如果这样子 跟苗博亚来造势 是不是我们国民党的这个平台 跟国民党相关的候选人 也可以跟罗志正一起直播 来宾也不是我设定的 我跟苗博亚 我有去质疑他的一些立场 完全不觉得是在帮苗博亚造势 那罗志强叫杨子董发这个文 炮口向内 当然对我的伤害是比较大 因为毕竟他在大安区是比较好选 我在板桥是比较艰困 希望说党内先进可以高抬贵手 双方隔空交火 酸度破表 一场同胞直播 扯出国民党往内护打 也让苗博亚 无端扫到排空位 罗志强不是很强吗 他不是本来要选台北市长的 或者他签线 本来要选 粉专破百万要选总统的 本来不是要选桃园市长的 现在为什么 基隆市长 桃园市长 高雄市长好像一度 不敢选 他不敢选 然后总统 真是喊到总统 全国不分区参选人 他明明市长等级的一个参选人 为什么为了一个非常安逸区 这个大安是国民党的安逸区 为了这个安逸区 叫自己的子弟兵跳出来是怎么回事 我看不懂 我会先觉得大安区真的这么安逸吗 我不这么认为 安逸怎么会那么多人来抢 钟佩军还说 罗志强你去困难选区 大安区我来就好了 你记不记得 那我尊重佩军议员的发言 不然怎么办 你去监控选区 大安区我来就好了 钟佩军讲铁达里号 但是现在罗志强怕变成太坦号 其实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因为上个礼拜 罗志强才提所谓的政党大联盟 政党伦地大联盟 当时是怎么样批评他的 当时是怎么样骂他的 当时他就提一个概念 政党伦地的四个字 也是从侯友宜嘴巴里面 讲三次 在他第一次五月十七被提名的时候 讲三次 他说他要政党轮替 好啦 轮替是我国民党去轮替民进党 怎么会轮到一个让柯文子来轮替 轮替民进党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真正 我觉得国民党年轻人党性很不坚强 今天罗志强 他因为这件事情被骂了 扭起来 他也说掉 他也跟大家道歉说 好吧 那就是我思虑不周 没有想要那么完整 结果后续就看到 有自己党的议员跟人家去做访问 他气不气 我是觉得 我是他 我一定很气啊 为什么不能气 所以要不要党继处分 不是嘛 杨子斗就双标嘛 你的组子罗志强去蹭柯文子的时候 杨子斗就装死 现在叶元智跟苗卑 他也不是谁蹭谁 那就是一个节目嘛 就是一个访问 对 我会很讲 你现在不是在三立 三立也是请你来啊 对不对 但请问三立请你来的时候 民进党会抓过说 你必须怎么找这个国民党的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节目嘛 你们要仔细看 搞不好叶元智在修理苗博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看到叶元智 他今天这样的行为 我认为是要去思考嘛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是不一直讲 那好 以后一一二再再二三发生 也不是只有你嘛 三立节目也常常找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 这个罗志强紧不紧张的意思是说 你要跟大家讲说你的标准要一致 如果刚刚好啊 按照郑豪兄他的说法是说 他的标准不一致 那现在拜托党中央你订个标准出来 告诉大家怎么样是一致嘛 其实而且还有差哦 所以要把党界出败 叶元智没有支持苗博雅选赢罗志强 可是罗志强这个政党的第一大联盟 是有支持柯文哲取代何友宜的意思 不要乱扯 这个不一样哦 这个不一样 我们再看那个政党的第一大联盟里面 就是要讲说要走出最强的 而且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要把民进党换成 最强的已经是柯文哲了 现在不是啊 我们出的时间还有 我发现天方文你支持政党轮替大联盟 你一直在帮罗志强讲话 我是啊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核心价值不能换 核心价值是下架某一个执政党 核心价值就是要政党轮替 因为我认为民进党过去八年 我认为是做得不好的 你觉得柯文哲会做得比较好 我没有说一定是柯文哲 我帮天方文讲一下 他第一次支持政党大联盟的时候 我坐他旁边我有问过他 我问他说政党轮替大联盟的最高原则就是 不一定是侯友宜对不对 他说只要能够赢 不一定要侯友宜对不对 这个罗志强也有这样讲 罗志强的意思一直都是这样 那就讲白你们在支持柯文哲 你们不一定要侯友宜就是支持柯文哲 逻辑死掉是不是 就是三组候选人 刚刚不是还在提说还有什么其他郭台铭 还有其他各种选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 如何把侯友宜推上去 如何把侯友宜民调抬高 你们现在一直给他唱衰推得上去吗 一直唱衰他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他讲说 如果推不上去就推下去吗 对 我们要把目标拉在说我们是要政党轮替 那如果政党轮替这个目标 我们没有办法拉到足够支持度 那当然是你现在这个提名的人选 你当然要去思考 朗东兄你听得下去吗 对啦 那我先讲一个有趣的 郭闵兰的小鸡居然这样子气啦 因为某一个知名的传统媒体喔 然后呢他看到上个礼拜 TVBS不是做出来柯文哲第一吗 马上找柯文哲去问一下 就柯团队就讲 就问一下他内阁怎么会布局 假设柯总统选上的话 结果柯文哲呢 他呢就说如果他选上总统 行政院长找朱立伦 就丢出这个球来 这招很糟耶 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想知道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什么 但是仔细一想 因为民众党在国会里面 是绝对不可能多数的 这样子我就懂了 那个媒体很重要 难怪朱立伦赶快要今天 站在何友谊旁边 要自侵 对所以对朱立伦来讲的话 如果柯文哲选上 他其实只要他蓝营的立委选得好 他影响力还是非常大 因为柯文哲在当总统 在立法院里面 如果蓝营是多于民进党的话 这时候影响力最大 他是党主席朱立伦 所以你看他去桃園这场 其实真正的主角是最右边 那个立委啦 那个叫图权级的人啦 只是因为他太深色 不懂得抢镜头 零套镜头再比他多耶 所以说他变成是说 这场变成说侯友谊已经是老三 他选不上了 但是他来这边 试着让一些知名度更低的小鸡 有机会一搏 你看连你都认识他了 而且当老三并不可耻 但最大的问题是说 老三还有分等级的 上次的选举也有老三 就是我们敬爱的宋主席 4.26% 60万票 现在后宜的目标就是 不要当敬爱的宋主席 这样他很够为之18% 可是今天的氛围 大家都在保护他了 这算是敬爱的侯市长 对 敬爱的侯市长 虽然中和那边在板南路 中山路二段已经淹到膝盖 非常严重的淹水 但是我们还是抱着爱 呼吁他赶快回来 这是我说朱立伦 他现在挡机这个事情 有点打假球 当初李正浩 不是这么讲韩国瑜 哇说他国王的心意 怎么样就被开除党主席 我要强调 我那时候可没支持赖心得 没有支持 没有支持蔡英文 没有支持赖心得 对啊 不是不是 没有支持蔡英文 现在罗志强都支持 罗志强直接都不一定 不一定侯友宜 对啊 徐小夕也讲说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 跟会输的人传接 因为你没有 这样也不开除 你没有实力 人家有实力啊 我今天一直在看 国民党记出党记 要约束党员嘛 结果就叫做 大家挂侯友宜的看板 你要约束人是说 不要支持柯文哲 不是说挂侯友宜看板 大家都讲说 侯友宜看板可以挂在 那个比较偏地的地方嘛 可以挂在偏地的地方嘛 他没有说不能挂 柯文哲的看板 没有说不能跟柯文哲同台 没有说不能唱衰 侯友宜的选情 全部都没有约束 就是说你要挂个看板而已 所以朱立伦这场选举 我觉得他在党纪上面 跟上一次很显然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他可以坦白讲嘛 如果像是罗志强 这种什么政党 再讲一次 徐小新说 如果不要跟会说 再讲一次就开除 他现在可以讲嘛 他不敢讲 你这样太过分了 到时候国民党的分区 区域立委可能没有候选人 我觉得这个情势在乱下去 朱立伦不拿出铁腕的话 你整个国民党会溃散掉 来看一下游盈伦的分析 他说陈雨扁当年21% 还是选赢了 分析侯友的选情 他说蓝营是真的要反省 因为选战还有变化 你的党推出人来参选 不管怎么样应该去支持 国民党现在讨论叫做荒唐到极点 5月17号侯友被提名之后 国民党党内接下来发生很多的事情 是不合理的 跟侯友仪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的讨论就在搞内斗 搞内耗 换了人可能更糟 侯友仪现在好歹 还有20%的支持度 国民党还没有崩盘 还有6成5的国民党支持者 是在支持侯友仪的 国民党现在有一盘散沙 空有四都实现执政版图 这些人有发挥 有助于党拼搏 2024的力量吗 没有 这代表什么 党中央领导无力 民众要如何寄望这样的党 掌握中央执政权 这跟侯友仪没有关系 党中央问题很大 然后这个邮英龙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马上搭配这个叫做 有没有乐见 柯郭配 不乐见的49.5% 不希望柯郭配 希望的只有33.6% 越年轻的越希望柯郭配 因为他们支持柯文哲 希望让柯文哲 其大化支持度 然后来当总统 朱立伦这家伙 你老是在那边要党计处分 你也不真的党计处分 人家问你说 这是6月23 今天早上10点47分的发言 朱立伦 人家问说 柯文哲是不是由合作对象变对手了呢 他又含糊已对 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战略 这个要党计处分 你也要有党要有实力 我举例来讲 你这个国民党现在体质这么虚这么弱 你搞不好党计处分之后 哇这个人出了国民党之后 更这个实力更强 社会声望更高 他的出入更好 我帮你补充一下 两千年的时候国民党开除了一大堆人 所以宋楚瑜就一直是第一名 我先跟大家讲 国民党跟民进党真的文化不同 总是在于你真的基本上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从民进党被开除党 开除党籍出去 被党籍处分的 基本上他政治生命很多 就到此结束 但是国民党不一样 你看国民党过去 只要被开除党籍的 要嘛就另立天地 要嘛就另立政党 本来是一个开除的党员 后来变党主席 甚至还可以选总统大选 请问李正浩过得有比较差吗 李正浩现在的处境有比较差吗 因为李正浩搞不好 现在很多国民党人就想说 我干脆被开除党籍 都被丢在党内继续当个 我大概知道 为什么刚刚田芳伦这么努力 骂侯友谊了 我大概知道 太暴露了 所以我就要讲 为什么刚刚主持人 主持人在讲说 难道朱立伦没有办法 好好吃铁碗吗 难道朱立伦不能够 好好处理吗 我告诉你他想处理 但是他处理 他要怎么样实力 例如说你现在民进党 我们这些 我们也是要选立委的人 你说你不跟着党的价值 跟着党的理念 因为党现在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政策 即使有一些 可能社会上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都会 努力的去辩误 因为基本上 出发点绝对是为 台湾人民 为整个这个大局来着想 那有这样的一个价值 有这样理念 你当然你认同这个党 你要为党的政策去辩护 那如果说今天 国民党 今天这个党的这个价值理念 获得很多主流民意的认同 他的民调很高 请问哪个小鸡敢在那边 嘎笑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说 你与其说 现在动不动 就跟小鸡恐吓说 要记党记 你不如先检讨一下自己 国民党那些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否则你看看郭台铭 照理讲郭台铭 这次选书 他应该 应该是意志消沉 应该是觉得 未来这个没有任何想望 可是你看到 郭台铭 他现在竟然是如此 认真的在跑基层 他随时都想要取代 何友仪 你就知道 这个国民党现在体质 就算怎么在补 如果体质太虚 你补也没有用 恐怕是要把自己 内部的一些问题 先把它先顾好再讲 来冠婷 根据你的观察 民进党某一些区域领先后 也达到了10%之久了 所以小鸡会这样溃散 也不能完全怪他们 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一次跟上一次 红袖柱被换换柱 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一开始我们百事不得其解 就是说 为什么游夏而上 国民党立委跟立委参选人 希望说换猴的声音 没有这么大 上一次大家记不记得 那一次整个游夏而上 苏选立委的逼迫朱立伦 得把红袖柱给换掉 那一次苏选立委的是焦虑 极端焦虑 是上一次因为是一对一的总统候选人 而这一次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 一开始的想象是认为说 就算柯文哲民调比较高 侯友宜民调不好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侯友宜的民调跟柯文哲民调 多数都会提我国民党籍的立委参选人 这是他们本来的想象 可是据我掌握的资讯 在过去一个月 侯友宜被提名之后 民调有翻天替覆的大改变 我讲一句我掌握的状况就好 北部某一个立委 是民进党籍的立委选区 在一个月前 被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 追到两个人完全打拼 现任的民进党立委哦 所以那个时候 该民进党的立委非常紧张 一个月过后 上个礼拜刚做新的民调 做出来 这份民调可以证实 因为我们圈内也有几位 资深媒体人 有看到这份民调 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侯友宜民调往下掉 这个立委参选人 掉了10% 他现在已经输 这个现任的民进党立委 输了10% 10%的立委的差距 这是非常夸张 所以我现在因为只看到这份 这有可能只是个案 可是当这个如果不是个案 变成是如果在全台湾 各个立委选区都有这种状况的话 我认为想要换猴的声音会比现在来的大 而且大很多 所以这个时间就接下去一定各个立委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 因为这个消息 该民进党立委跟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 都已经知道这份民调 各个区的很多立委跟参选都会做民调 如果有类似的情形的话 那换猴的声音就会很大 这第一件事 第二个我要讲 刚刚有讲游盈隆老师这份民调 感觉起来他是呵护 导播我们看这边 感觉起来他是呵护猴友宜 对不对 就是讲说 柯侯佩 柯郭佩 不乐见的49% 关键这种反向问的民调 不是要看不乐见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乐见的有几% 乐见是什么意思 柯文哲加郭台铭 乐见33.6% 这代表33.6% 至少哦 至少33.6%的民意 是支持柯文哲当头 郭台铭当副手 这什么意思 33%对照起现在侯友宜 18% 17% 20% 碾压侯友宜的民调嘛 再来 中管盖路普在那边民调啊 大家没有看到一个重点 关键是 此时此刻侯郭跟郭侯的差距嘛 侯郭配 侯友宜当总统候选的 郭侯配是 郭台铭当总统候选的 此时此刻 郭台铭当总统候选的民调 比侯友宜当总统候选的民调来的高 所以 这几个迹象都显示出来了嘛 我一直在强调 侯友宜已经现在不是国民党最强候选的 所以 郭柯配或柯郭配 这种民调是碾压侯友宜的 所以其实政坛上恐怕要持续的观察 虽然朱立隆出手了 虽然国民党的各种组织 这个已经执政的县市都要动起来 7月2号甚至可能 韩国瑜跟侯友宜两个人会会面 能不能为侯友宜再冲一波 如果再冲不上来的话 会不会真的是7月3日之前 有可能再换总统的提名人呢 广告中还要讨论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大位起来 他到底是不是像漂亮的烟火风吹就散 没有 人家随便一个短片 没什么内容的 100多万人点阅 怎么回事 马上回来